都是男帅女量颜值很高,不过说到颜值其实空姐空少在我们心中也是这一类,而且还对身高、体重、颜行举止等各方面都有要求,而当明星和空姐同旷,时会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呢? 刘涛这两年在出演了《欢乐颂》等剧后人气一直非常高,不过清冷,霸气的安迪,在素颜与空姐同旷时,肤色偏黄被对比得非常明显,好在五官还是非常好看的。 文章与空姐同旷时看起来有点稚嫩,紧张的感觉,倒是这位短发空姐,感觉非常大方,出众。 乍一看有没有两姐妹的感觉,短发空姐跟马依丽同旷也完全没输,而且眼睛更大,脸更显小,不过马依丽胜在皮肤更白。 邓超、孙丽两夫妻跟空姐同旷的时候也一点不差。 一个显得精神一个气场强大,孙丽旁边的空姐也是笑容甜美。 胡哥和空姐同旷,胡哥还是很帅的,而且看起来非常年轻,而不得不说旁边的空姐实在很漂亮,清纯可人的她跟胡哥同旷,有种珠连闭合的感觉。 董协当年可谓是无数人心中的女神,不过年龄稍大的她确实不负旁边两位空姐的青春活力了,希望她能过得幸福吧。 马景涛不愧有咆哮地的称号,跟空姐合影也非常霸气,直接搂在怀里,空姐也是很有小鸟依人的感觉。 古天乐跟空姐同旷就诠释了什么叫黑白配,不过晒得有黑的她心是红的,热心公益的她不管脸多黑都是值得尊敬的。 郭德红现在也是非常火,说相声的时候,可是什么都敢说的,不过老郭也就嘴皮子厉害,跟空姐合影的时候,也是不敢太靠近,哈哈。 周立波跟空姐同旷这个,实在有种混社会的刚睡醒的既视感。 高圆圆确实漂亮,跟空姐合影不仅颜值在线,笑容也是非常亲切,不过这张空姐也是非常不错啊。 林志玲虽然年龄不小了,不过跟空姐同旷时,一点不显烈势啊,不管颜值,身材还是气质,志玲姐姐都在线。 刘异飞跟空姐同旷,神仙姐姐很有种林家妹妹的感觉,既清纯又青春。 站一看赵丽颖跟这位非常漂亮的空姐同旷时感觉输了,不过一个浓妆,一个淡妆,一个漂亮一个可爱,两种风格的美道也说不上谁输谁赢,不过不得不说这位空姐确实。